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槍軍大敗 這個姜維啊 他拿著他的槍啊 就殺了過去 因為啊 他已經知道諸葛亮要做什麼了 姜維啊 依照諸葛亮的指示 衝過去 等到啊 搖紅旗的時候就撤退 果然啊 槍軍碰到了這姜維啊 出了鐵車隊 姜維的軍隊首先用劍來射 西槍軍 西槍軍呢 就用盾牌擋 接下來啊 西槍軍的人呢 一直射 一直射 都沒有辦法 打破這個 都沒有辦法射死姜維 可是也射殺了很多蜀國的將士 突然這時候啊 紅旗搖擺了起來 姜維就說 姜維他就拔出他的劍 來說 撤退 撤到了影中啊 姜維叫別人啊 把這個門栓啊 關起來 關起來 那門栓 西槍軍啊 使出了飛爪 拉一下 這柵欄就倒了 岳吉元帥啊 就衝了進去 岳吉元帥啊 拿著雙錘 他就用錘子 怎麼沒有軍人呢 姜維怎麼不見了呢 其中必定有詐 這時候呢 丞相亞丹啊 拿著巨斧就來了 拿著一隻斧頭就來了 亞丹丞相就問 岳吉元帥為什麼停下來了呢 諸葛亮恐怕有屎炸 這亞丹啊 看了看 他就說 我們有鐵車隊 怕什麼呢 嗯 說的對 這時候啊 就看到一個人坐著四輪 四輪車 上面還擺著琴 有幾個人啊 就衝了 就隨著他衝 衝到這個營寨的山丘那兒 接下來啊 有一個人舉著旗子 慢慢的跟過來 這個岳吉啊 看到那旗子上面寫著 漢丹相 五香侯諸葛亮 那車子上面坐的 的確是諸葛亮本人 這個舉旗子的士兵啊 是 在那 是啊 讓那諸葛亮下令 讓他故意跑得很慢 岳吉啊 發現了這個諸葛亮的軍隊 下令 攻啊 殺 所有西槍的人呢 就殺了過來 可是呢 這鐵車軍的士兵啊 都已經打算要大開殺戒了 打算要把這個量給kill掉了 沒有想到啊 這馬突然 本來是這樣子 往前跑 往前跑 突然之間呢 怎麼變到往下了 原來啊 這諸葛亮啊 先用白雪 下面啊 首先蓋白布 首先呢 用很多的鐵釘 接下來啊 竹子 竹槍 接下來蓋上白布 再蓋上白雪 簡直就像平坦的路面一樣 西槍軍這個鐵車隊啊 鐵兵車呢 一下子啊 鐵車兵全部都掉進了這個線坑裡面 月吉就說 啊 果真有埋伏 這時候啊 王平啊 馬代啊 他們啊 就立刻殺了出來 月吉就說 突圍 突圍 月吉立刻啊 拿著雙錘就殺了過來 哈 啪 幾聲呢 打死了一些人 可是問題是呢 這張包就過來了 張包就說 來吧 月吉元帥 我來奉陪 哈 一槍刺了過去 月吉啊 使出雙錘格擋 哈 哈 呀 咬單啊 看看這月吉啊 慢慢啊 有一點點 嘖 有一點點支撐不住 槍法 錘法有一點點亂 可是問題是 應該無傷大雅 這雅丹全將啊 正要舉一斧 來幫這個月吉 沒想到 突然之間 砰一聲砲響 山丘下面 山丘上殺下來一標軍馬 雅丹 嚇了一跳 他就說 山坡上又有軍馬來了 什麼 這月吉啊 拿起這雙錘啊 嘖 嘖 他一回頭 這張包就說 看槍 這 月吉啊 聽到這槍的聲音啊 知道槍要從哪來 可是問題是呢 要轉過來 嘖 他本來是這樣子 要往這裡刺 就刺到了右肩 哎哎哎哎哎 這月吉元帥啊 嘖 被刺到右肩之後 這槌啊 掉了下去 這月吉元帥氣不過 直接用這個左手槌 要去K 要去K 裝 裝包啊 沒想到觀星又 衝了過來 月吉 月吉 你還記得我嗎 沒想到你還沒死 月吉舉起槌 剛要打 這時候觀星的刀一下 這時候這個人的刀一下 月吉就被批成了兩半 這個人就是觀星啊 觀星殺了月吉啊 大喊觀星熟任月吉 一 一下子啊 槍兵亂成一團 亞丹只要帶著一大堆的槍兵投降了 諸葛亮啊 諸葛亮到底要怎麼對待亞丹成像呢 請見下一位分享